我小時候玩的活動不太多 可能是踢球 乒乓球 籃球 但是在沙田有很多租單車的地方 還有家人感染 當時我覺得單車是很近大自然的活動 其實我覺得前提是很好的 但是我希望大家踏單車的時候 你一定要提高一點的警覺性 如果小朋友有騎人的話 我們家長一定要去留意他 裝備齊全 比如頭盔一定要 或者護膝護膝 或是有的更加好 因為在初學的時候 很多小朋友可能真的會跌跌跌跌跌 如果可以減低傷害會比較好 還有踏單車的態度很重要 還有選擇一個適合自己的水平的地方 如果初學者 我們建議去一些寬闊的地方 有一部好的單車 不是說一定要很貴 但是它的性能 一定要安全 煞車 車胎 一定要檢查得很好 我相信如果我們社會 大家很努力 例如駕駛人士 市民 多關心交通意外的發生 多些提點 身邊小朋友 或者騎行的人士 騎行的人士 自己都要好好保護自己 我相信靈意外是可以成真的 未 nem你沒有禁正 我們今天的視頻 저는馬inken市長 來介紹介紹介았 我們會在那邊 我們會一直等等 百分感謝 我们下期再见